姜哲葵和恩元两人彼此相爱,彼此信赖 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两人也都是孤儿 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生活虽然简单,却也充满着快乐 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破了他们原本幸福的生活 姜哲葵在医院里被查出了癌症晚期 身患绝症的哲葵选择了隐瞒自己的病情 并决定寻找一个能够替他照顾恩元一生一世的男人 这也成了他最后的愿望 在哲葵眼里,心地善良的牙医朱焕就是最理想的对象 哲葵想尽办法撮合他俩 在约好地点见面后,哲葵为了能给他们腾出培养感情的空间 自己选择默默地离开,悲伤地走在了大街上 初次见到恩元的朱焕,便对其一见钟情,不可自拔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两人的感情也在哲葵的意料中慢慢加深 突然有一天,恩元向朱焕提出了结婚的念头 并让哲葵亲自为自己挑选一套婚纱 哲葵带着真挚的祝福,亲自为恩元挑选了婚纱 在婚纱店里,恩元建议和哲葵留下一张合影 而这张合影也成了两人最后的婚姻 悲伤的哲葵在街上一边哭一边跑 这一次,她哭出了自己的无奈,哭出了自己的恨,哭出了心里所有的痛苦 但为了能给恩元有一个好的归宿,再苦,再疼,都要忍受 她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结婚那天,哲葵陪伴在恩元的身边,一步一步牵着自己心爱的女人的手 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不久之后,哲葵就带着悲伤死去了 其实在此之前,恩元偷偷地拿走了哲葵的止痛药 来到医院询问后,得知了她的病情 恩元哭了,但她并没有揭穿她 她知道,她不想让她知道 她所能做的,就是帮她完成最后的心愿 她心中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哲葵伤 在恩元去医院看望病危的哲葵时 她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在上一次,哲葵走在大街上时 恩元偷偷地哭着,跟在她的后面 在婚纱店里,恩元在和她一起合影后 躲在婚纱店里哭泣着 在结婚那天,恩元的眼里只有眼泪 每一次,恩元都哭了 而且哭得很痛心 她为了能让她安心地离去,付出了所有的一切 最后,恩元选择了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留给牙医中患的,只有一道无法磨灭的伤疤 却窥为恩元所做的一切,都是悲伤的 恩元明知道,她是故意那样做的 但她还必须去做 这比悲伤更加悲伤 在爱的世界里,没有嫉妒,也没有仇恨 只有无声的付出,为了爱的人的付出 我爱上你,不是我的选择 是上天的选择 所以我只能爱上你 这是上天交给我的任务 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